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技类股这边的题材不断 那同时也搭配了这个原物料传产这边的股杂 甚至金融的控盘 所以指数是有机会挑战年底的 18000点的这个创新高的这个位置 半导体族群当中 晶圆代工双雄都收在最高点 台积电收602元 小涨0.33% 连电收62.5元 上涨3.48% IC设计联发科收980元 上涨4.26% 季报力多激励下 货柜三雄风光 长荣收在124 大涨8.77% 阳明联动以涨停118元作收 大涨10.5元 万海收190 涨幅6.47% 老保不屑钢的部分 受到这个法案的一个激励 表现得特别亮眼 所以看起来前一波比较明显强势的主流架构在电子 中小型的电子股今天稍微休息回档整理电动车跟电子相关的部分 来自于整个全职电子的部分 不只航运族群股价看涨航空双雄也传捷报 明显反映疫情趋缓 运输肋股渐渐回到水准 人们生活回到正轨 反观对抗新冠肺炎 辉瑞研发的口服药证实有效降低重症 导致中国疫苗股跌停 新冠肺炎牵动产业影响力逐渐变小 三立新闻林书贤 莫乡珊台北采访报道